香港公共圖書館 夥童學海書樓 合辦2023年 學海書樓人生學問講座 講座將會每月舉行 邀請學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展述中國文學典籍入面的文化意運 加深市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8月份的講座 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 許運興博士擔任講者 許博士將會和我們一起踏上一次時空旅行 用現代科學的眼光去探索古代中國科學 事不宜遲 接下來我將時間交給許博士 和我們一起探索中國古代科學的智慧 有請許博士 我們的講題就是中國古代科學的智慧 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以前是讀生物化學的 我一位恩師 鳳教授 我一位學生 我以前是在實驗室裏面做研究 做癌症的研究 後來不就業之後 我去了大學通識教育部 教書 我教的課叫做與自然對話 這個課程就是所有中大同學要畢業 這個課要合格的 我們會看一些科學的經典 例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等 也包括中國古代科學的經典 阿里約室的著作 在裡面我們會一起探討一些 以前古人很有興趣探討的問題 什麼是真相 科學精神是什麼 什麼是生物的法則等等這些問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準備這個講座的時候 我的心路歷程是怎樣 當初答應他講這個講座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有很多東西要講 到時慢慢選擇吧 但真的去到落手準備的時候 就拋頭了 哇!很多東西 中國的歷史 五千年 我講到哪裡 而且又有練金術 又有地動儀 又有航海 又有農業技術 哇!這麼多我怎麼講呢 所以我就想 既然這個講題設定了做科學 那我就講科學 但也難免想到科技這件事 科學和科技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稍後又一起探討一下 另外 古代的智慧 智慧是什麼呢 和知識又好像有點不同 那我就說 那我這次就不用這麼緊張 在知識上面夠不夠多 就講一下智慧 在裡面有什麼反思 首先我們講一講科學和科技 以下我準備了一些例子 我想跟大家互動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個知識 它是屬於科學的 我就想大家做一個手勢 即是科學呢 科學的手指就是這樣 你倒來倒去 然後一本書 我就做一本書的手勢動作 如果你覺得是科學 你就這樣 一本書 如果你覺得是科技的話 大家都認同手機是有科技的產物 那你就講電話 好嗎 OK 我們逐個 我們一起互動一下 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 1687年的 大家覺得是科學還是科技呢 是的 很多都是科學來的 好 DNA的結構和功能的發現 科學來的 沒有人講電話 也有的 OK 不要緊的 我們都一起練習一下 筆聲的活字印刷術 科技多一點 OK 富蘭克林的鼻雷針 科技 好 張衡的後風地動耳 科技 好 審括記錄地詞偏國的現象 這裡我補充一點點 即是我們的地球 磁石的北極和地理的北極 原來這兩點不是相同的 是有個角度的偏差 審括就記錄了這件事 你覺得這是科學還是科技呢 是的 科學的 其實科學和科技不是完全對立的分開 很多的科技背後都有科學的理論去支持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好像這樣 其實兩樣都有的 但如果在於兩者的分別 我們可以有一個簡單的比較 科學其實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探索宇宙背後的規律是怎樣 這些規律其實它本身都在運作 而是我們從不知道到知道有這些規律 我們的目的是去找自然的規律 所以我們研究的對象都是大自然的 得出來的是一些公式、定律、理論 就不是很涉及我們人的價值 不會說 我覺得 我有一些傾向 我想利用什麼來做什麼 沒有這些的 純粹是了解這個大自然的規律 科技的定義是什麼呢 我覺得余英時教授的這個定義挺好的 科學性的技術 如果說技術 就好像跟科技有些距離 但是因為這個技術背後 其實是有科學的理論去支持的 科學性的技術 那麼目的是什麼 滿足我們的需求 即是我們想要和我們需要 滿足我們這兩個東西 都是做一些東西出來的 所以那個研究的對象都是一些物質 都是物質 或者你說那是7GBT 那些程式 都是傾向一些物質的東西 但是兩者其實都有些共通點 兩者共通點就是 那些知識都有重演性 是什麼為之重演性呢 就是不同的科學家去研究那個問題 應該都是得到同一個答案的 這個規律是那一個 科技也是 大家都跟著那個配方去做 應該都做到那個產物出來的 有一個重演性 另外其實過程裡面 都需要利用到科學 需要利用到邏輯、理性 當然了 你科學的知識表達 很多時候是一條公式 FWMA這些 或者我們都需要 有一些的測量 有一些的數據 然後從中我們找到事情的規律出來 這個是科學的知識 科技也是 也是 我們都需要 那些容液要多少滴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出來 那個配件 那個有多長 多少CM 你要跟著來 去裁展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都是很需要到 數學 理性和邏輯 但是有一個科技突出來了 科技這邊 發展前 你能夠評估它的成效 但是你不一定可以知道它的負面效應 因為這件事 科技是人造出來的產物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原子彈 是不是 你可以估計到 它可能都會有某些殺傷力 但是你出了這件事之後 那些人去怎樣用 這個效應我們很難去預測 譬如說 再舉多個例子 譬如用這個除草劑才算 越戰的時候用這個橙劑 當初科學家做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想到搞到現在這樣 越戰之後 到了幾十年之後 在越南出生的那些小朋友 很多都有殘像 因為這個橙劑落了泥土和水 所以就是一個這樣的分別 我講那麼多 其實想跟大家說 就是我不會怎樣講科技的事 會講科學的事 所以今天會跟大家講講 中國科學的一些基本的觀念和方法 我就是講到 早期主義者所以承的基本觀念和理論 這個早期主義的自然主義者 我們也叫他們陰陽家 這些學者 裡面包括了有五行的理論 陰陽學說和氣的概念 和三者結合之後的理論框架 厲害了 三樣東西結合之後 可以解釋世界萬物 以及這些裡面發生的現象 最後就是以我的角度出發 我覺得這些內容給了什麼啟示 我們都拋了課題給大家一起反思 首先因為我讀歷史很差 我很抱歉對我的中學歷史老師 所以我看資料的時候 西州有漢朝 其實是混亂的 所以我必須要用一個時間線 去幫我整理一下這個次序 我將我會說的一些內容 我放在這個時間線上 讓大家有個概念 看看它的位置分別在哪裡 陰陽在… 這個按鈕 就是在刮甲骨文 雙朝已經有了 逆經、逆轉 孔子逆轉這個位置 五行就在尚書《紅樺》 首先有記載 後來周演就將《陰陽五行》 這個理論框架發揚光大 也會說說董仲書的《春秋煩老》 《指南針造子術》 我們稱為中國的四大發明 我都放在這裡作為一個參考 但我待會不會說的 《火藥》 《印刷術》 《審葛的夢溪不談》也會說一說 因為《審葛》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科學家 當然了 如果你用現代科學的定義去定義他 是否算是一個科學家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他的涉獵的興趣真的挺廣 還有用我們現在的目光去看 他北宋的時候寫的書 我都覺得我很欣賞他的科學精神 可能他的答案跟我們現在的認知有所偏差 但是他仍然花了很多努力 很多時間去鑽研 所以我覺得值得要說一說他 首先我們說一說五行 五行是哪個五行? 金木水火土 沒錯 大家有想過金木水火土這個順序有意思嗎? 也有 一方面方便我們說 主要我們會說順序 文獻會比較多 關於雙生和雙克罪 不要緊 我們很容易記住 就是這五樣 五行的英文叫做五 elements elements是元素的意思 感覺就是五樣最基本的物質 在大自然裡面 的確是的 開始的時候 都是把古人把大自然重要的物質記錄下來 觀察大自然 應該是這五樣最基本的物質 然後再推演下去 在上書紅範裡面有提到 它本身就是那幾樣物質 但是後來就因應他們的性質 屬性 再做一些分類 也是代表五種的能量 行動力 因為中文叫五行 所以英文這個elements 其實不是很準確地代表行的意思 因為它是很累的 不停地動的 是這樣的力量 好 我們看看上書紅範裡面怎麼說 一若水二若火三若木四若金五若土 這個順序也由水開始 因為水被認為是一個初始元素 就是水開始才有這個次序 水若潤下火若炎上下 水是向下流動的 有滋潤的性質 火是向上燒的 有向上的性質 木若曲直 即是植物 樹幹會曲曲直直 代表生長的性質 金藥蟲格 格即是變格的意思 金是可以改變形狀的 你融掉它改變形狀 就是這樣的特性 土緣架式 架式的意思 架是種農作物 架是收割 土可以讓我們產生農作物 所以土是一種生化的特色 好,潤下作鹹 這就推演到它的五味 為什麼會鹹呢? 海水鹹 向下流的鹹 炎上作虎 燒完東西 會有苦味 另外有一個說法 就是古人用火來煮中藥 煮完中藥也是苦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異象 曲直作酸 就是植物腐朽的時候 會有一種酸味 蟲格作生 你燒那些 溶解的金屬 會有一種很辛辣的氣味 架式作金 就是番薯是甜甜的 農作物種出來 甜甜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 古人有一個對化學方面的興趣 他由這五種元素 慢慢因應他的性質 去講到他們的化學特質 他的屬性 就是他要變更的時候 就會表現那種特性出來 而且這五種 不僅是這五種物質 是五種的力量 五種的能量 不停地循環 我們先講講雙生罪 可能大家都很熟 不過我很快跟大家講一講 當初一開始 他們的關係 是由這五種現象 你燒木 它就有火 木生火 火生土 燒完一些東西 塵歸塵歸土歸土 土生金 在泥土裡面 我們找到金屬 金礦 金生水 金屬的表面 我們觀察到有水氣 古人就說 金生水 水生木 這個很容易理解 我們這些植物需要淋水 去成長 另外 這也是跟四季的次序相應 春天就是熟木 夏天就是熟火 秋天就是熟金 冬天就是熟水 土去哪裡呢? 沒有什麼意思 有些記載說 土代表第六個月 但是四季 次序都會來自雙生罪 當然這個關係不僅限於這五個情況 它是性質再推演到去解釋其他的現象 另外一個叫雙性罪 或者我們叫雙黑罪 由木開始 木是給金黑的 金黑木 即是用金屬的斧頭去砍到木 就是一個黑制 一個相互制性的關係 火生金 火可以溶解到金屬 火黑金 水黑火 水可以撲滅到火 土黑水 泥土吸收了水分 木黑土 木即是樹木吸收了泥土裡的養分來成長 就是這樣的關係 由雙生罪和雙性罪 我們歸納了兩項原則 一個叫雙制原則 英文叫principle of control 另一個叫雙化原則 就是principle of masking 我們一起看看這兩個原則 雙制原則 其實就是由雙性罪演化出來 那個文字我覺得就不說了 我直接去例子 很複雜 寫完之後也覺得很複雜 但沒理由不擺出來 假如水是性火 水黑火 但同時間又會有些東西 克制水的 土又會克制水 所以土就是控制了水黑火這個過程 這個OK 用現實的例子 李若瑟他舉了一個現實的例子 甲蟲代表水的施選 它就是吃牙蟲的 甲蟲吃牙蟲 但又有些東西克制甲蟲 就是雀鳥 雀鳥又會吃甲蟲 聽聞好像不是很美味 看看資料 但雀鳥會吃它 大自然也觀察到這樣的關係 似乎在大自然中 我們也看到這個原則的發生 另一個叫雙化原則 Principle of masking Masking就是隱蔽的意思 我們用這個例子 水黑火 水黑制著火 留意這個黑制不是說令到它沒有 而是有一個控制它的量 令到它沒有那麼多 但不會說去到零 也不是消滅它 不是的 同時間 木是會生火出來的 木是會生火的 木其實可以隱蔽了水黑火的結果 如果木生火的量率比黑火快 水黑火的結果就不能被隱蔽了 他舉了例子 挪威有一種鋁鼠 我把他放在火的位置給大家理解 其實他會給食肉動物吃的 狼、貓頭鷹等 會吃牠的 照計鋁鼠的數量應該會減少 但不知道為什麼 鋁鼠的數量又一直增加 所以李悅室就說 其實有些奇避的因素 有些不知道什麼因素 是隱蔽了肉食動物 吃了鋁鼠的結果 當然他也舉了很多其他例子 有些烤素 人體裡面也有這些回饋的機制等等 我這裡不說了 就是用這個例子去解釋給大家聽 剛才大家可能都留意到我講到一樣東西叫量 多少呢? 速度、率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會看到 這兩個原則裡面 我們都很看過量 它那個 哪個量大一點 速度快一點 是可以達到那個效果呢? 但是很可惜就是五行裡面 我們只能夠描述它的功能性的現象 就沒辦法可以量化它 什麼為之量化它 用一把尺度量度 用溫度計量度它的溫度 多少度 可以用數字去表達 似乎又不行 有多少火、多少水 好像沒有這件事 好了 我們看看董仲書《春秋繁綠》裡面 其實他們有嘗試去處理這個問題 他這裡這麼說 《故燒陽一目而起,座春之生也》 《燒陽一目而起,座夏之養也》 《燒陰一目而起,座秋之生也》 《燒陰一目而起,座秋之生也》 他就說 燒陽是因為木 你見到燒陽、太陽、燒陰、泰陰 其實就是他嘗試去量化它 燒就是太少 燒就是過多了 似乎他都會用了氣和陰陽這個概念 去補足五行的量方面的不足 但是始終都不是一個客觀的量度 這是一個主觀的經驗作出來的比較 所以馮耀明這位學者的評價就是 我們認為這個五行陰陽框架展示的 不是一個成熟意義的科學思考 當然科學的定義就是我們現在對科學的要求 有量化 有實驗的驗證 可以正偽等等這些標準 這些期望 當然我們是用現代的期望去看古代的科學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另外一個不足的地方就是關於化學反應 這是李若瑟去評價 五行不足的地方 他說一個行總是來自另一個行 例如水、黑、火、木、生、土 一個去一個 就不會說有兩個以上的物質去一個行 所以他就覺得似乎在古人的思想裏沒有化學的概念 我舉個例子 《沈窟夢溪不談》裏面有一個這樣的記載 這段是厲害的 是第一次世界上有記載的一個現象 但現在中學同學在實驗室應該都讀化學的課都很熟悉 他說信州沿山沿有一個苦泉留意為間 因為沈窟以前是公務員 經常有機會去business trip出差 所以他到處走有很多見聞 很多見聞都不代表什麼 但他又很有好奇心 所以他經常看到為何有這樣的現象 他又會記錄下 去研究這個現象背後的解釋是怎樣 所以你看他的夢溪不談 他經常到處去 所以讀萬件書 不如走萬里路 Anyway 回到這裡 他就說那些水有苦泉的形容 一其水熬枝 用這些水熬枝 就會出了膽繁 其實那些水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像這裡一樣 應該是藍藍地吃的 這就是中學的時候 我們這個Copper-2-sulfate sorry 綠酸銅的溶液 我記得那時候那時有做這件事 好 你用這些水熬枝 讓它蒸發了水之後 他就會得到這個蒸石 這個叫膽繁 OK 好 他在下面就說了 煮膽繁則成銅 熬膽繁的鐵虎 苟枝液化為銅 這裡是說什麼情況呢? 他就把水放進一個鐵斧 即是用鐵做的一個鍋煮 久而久之就發現倒了一些銅出來 有些銅粒 而且他說這個鍋煮一下也變成銅 其實就是鍋裡會有一層銅包住在裡面 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叫做致緩反應 英文叫Displacement Reaction 就是你這個鐵加劉酸銅就會產生銅和劉酸雅鐵出來 有這樣的過程 這一滴就是劉酸雅鐵 是這樣的的確 我嘗試給大家理解這個過程 古人也是用這個方法去產生銅出來的 當然我們現在就會用化學的公式去表達這件事 但是當時他是怎麼說的呢? 水能為銅 物資變化故不可差 他就說水是可以變成銅的 水是可以變成金屬的 他的概念裡面就是水這個五行變成金屬這個五行 所以李有塞就批評他 就是因為審括完全接受了五行的觀念 妨礙了對於溶液和化合物性質的正確理解 但是這個記載是世上最早的文獻記載這個化學的現象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很… 我自己看的時候他也觀察得很仔細 那個觀察也用我們現在的目光去看呢? 其實也對的 這個鍋煮得久 它是變成銅 那些鐵是融了下去的 那些銅就變成固體的出來了 OK? 這是另一個不足的地方 當然這是其他學者認為它有不足的地方 我覺得從什麼角度去看 如果從它科學精神的角度 我是欣賞的 我個人是這樣看的 好了 接下來我們講講陰陽學說 我想陰和陽 我想大家在生活中應該經常接觸到這個概念 原來很早就出現在甲骨紋 後來也在青銅器上找到陰陽這兩種字 大家有沒有想過陰和陽這兩種字代表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之前做的教材 原來陽是代表太陽照射去山的 向太陽那一面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在日出的時候 太陽在樹上升起了 這個就是陽 陰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山沒有陽光照的那一面 另外就是太陽被雲遮住了 就是陰了 所以這是很形象化的概念 後來也會引伸到一個異元的觀念 也會有一個氣的概念混合了 陰氣、陽氣 也會用來解釋大自然裡面看到的一些事物 比如天地、日月、冷戀、男女 這些異元的概念 但是它除了是對立之外 也是互補的 就是一種這樣的觀念 不是勢不兩立的陰和陽 其實它裡面也有自己的陰陽 這樣的一個概念 一陰一陽為之道 這個已經是《系辭傳》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 宇宙裡面就有這兩股的力量 陰氣和陽氣這兩股的力量 是一直在動的 所以很累的 一直在動的 有時候 其中一個佔優勢 另外可能陽氣是優勢的 但是一會兒陰氣就要優勢了 不是永遠都是陽氣佔優的 是一個波浪式的交替 是一個很有動力的概念 後來陰陽和氣的概念結合 你看到這個太極圖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你會看到陰宗是有陽,陽宗是有陰的 不是說獨立開來的 兩個也是波浪式的交替運作 好了 這個大自然和諧的狀態是怎樣呢? 這裡保持著上下對流 在什麼情況這個秩序會失衡呢? 我們看看 八陽庫去講地震 他就提到 幽黃二年西州三川街震 即是那時地震 八陽庫就說 周章亡二,快要亡國了 因為天地之氣不失其聚 有秩序在這裡 但是如果過了這個秩序就紋亂了 他的情況就是 陽福而不能出,陰壁而不能徵 這個和徵飯的徵是同一個意思 於是就有地震了 就是陰氣和陽氣應該在動的 但是現在陽氣出不來 陰就迫著它 於是就有地震 這樣去解釋地震的原因 後來也會引伸到 因為這樣所以就亡國了 有少許迷信的成分 這裡沒有提及到 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地震是板塊移動的造成 但是你會看到 他們是用了陰氣和陽氣的概念 可以解釋到大自然的現象 一定要說說液經 在下知道的很少 可能在座很多位都是液經的專家 我說些很皮毛 液經的英文叫做《book of changes》 Changes是改變的意思 液即是一種改變的意味 就是用陰陽符號的掛像 代表萬事萬物本身 以及它們運行的狀態 在逆轉裡面 逆轉是什麼呢? 逆轉就是液經的一個注釋 因為逆轉是後過《逆經》出版的 就是孔子有份 或者有其他學者去注釋 如何去理解《逆經》 寫了一些東西出來 有十本的叫《十逆》 亦有太極 是生兩兒 兩兒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那是說什麼呢? 就是宇宙本身是一個混沌的狀態 這裡它已經在考究宇宙的形成是怎麼樣的 就是它嘗試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叫做古人 從混沌的元氣裡面 就是叫做太極 分化到陰陽兩個義氣 陰陽你看到一個卦象 陰就是中間斷開了 陰陽兩兒再生四象 那就是太極少陰、少陽太陰 四象再生八卦 八卦在這裡 八卦其實分別代表著山水、雷、天地等 就是它解釋了萬物的萬物 另外八百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裡面還有 每一卦裡面有六條蛾 六十四乘六 就是三八八十四個蛾 就是用來解釋萬物和萬物裡面發生的現象 這個過程裡面也產生了人類 我們會看到宇宙裡面有陰和陽這兩種的力量 他們是按照一個規律去移動、去互動的 他們是相反而且互補 這個我剛才也提及到了 在裡面我們看到什麼很重要的觀念呢? 就是天人感應的觀念 陰陽跟我們人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看看董仲孫春秋煩惱同類相動篇裡面 他說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 天地的陰氣起,人的陰氣也都認知而起 人的陰氣起,天地的陰氣也都認知而起,祈禱一也 這裡強調的就是我們天地和人的關係 我經常都會用這個例子 我很喜歡這套電影 那期周星馳的電影 《九品芝麻棺》裡面有一幕 即是戚秦氏原來是冤枉的 然後突然之間六月飛霜 就是說人間有一些冤屈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那個天是會回應的 他會做一些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六月飛霜 去回應人間的情況 所以這段文字裡面強調的 也是天和人的關係 當天地的陰氣起 人的陰氣也會應機的 舉個例子就是 可能天突然之間好像今天這樣 黃雨 本來很期待出街 突然之間心好像… 好像暗暗的七十六縷 好像不太舒暢的 太陽出來了 你又好像開心 好像我們跟天地是連結在一起的 反過來就是 我們人間的東西都會影響天地 就是這個例子 它就說 名於此者 玉智雨則動陰而起陰 玉智雨則動陽而起陽 故智雨非神也 而與神者其理微妙也 好了 這個意思了 就是什麼意思呢? 好了 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的話 你想天下雨 你就動陰 起了我們這個陰 那天就下雨了 我也嘗試找到一些資料 那怎麼可以招到雨呢? 我看到就說 那些女人就出來 那些男人就躲起來 這樣 這樣就可以動陰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 大家不妨可以試試 但我不知道要動陰多少人才行 那些資料是這麼說的 另外我就嘗試形象化一點 去給大家一個畫面 我就想起這個三菜碗 因為我很喜歡喝茶 原來這隻碗 我們一般叫蓋碗 原來它的名字叫三菜碗 三菜就是代表天地人 人就是那個背 原來茶就是人在草木間 茶就是我們聖在主 因為我們種茶出來 我們上面有個天 我們在天地間 人行天地間 我們在上面有天 下面有地 那就是頂天立地 光明磊落 代表天地人和 和合圓滿 這樣的意思 原來喝茶 也有天人合一的觀念 人和天地 是同一類 是同一套 是嗎? 我們同類的 同類相動 是嗎? 另外就是 那些水很熱 那隻杯很熱的時候 你的蓋子和下面的碟子都很熱 所以是互相影響的 就是這樣去理解這個觀念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喝茶也可以看到這件事 好了 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 中國人有一個關聯的宇宙論 Corelative Cosmology 它對於宇宙是一個這樣的看法 就是宇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有機生命 一個整體 有機的整體 好了 那就是 他解釋了所有的自然現象 人生百態 藉著這個陰陽五行 氣 我們所有這個世界上的人和事 人和物 現象 天和人 其實所有都是連結在一起 都是有一個感應的 就是我們不可以獨善其身的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的觀念 我們不會將人抽出來獨立去看 就是這樣的理念 冯耀明教授評價就是 雖然陰陽五行不足以構成一個正規的科學 但是絕對不是迷信 因為其實它也有一種 建基於經驗事實的內涵 就是它不是亂來的 就是這樣的看法 有它的邏輯 我覺得這個想法令我聯想到 我們現在經常說的生態平衡 我也找到一段《孫子集解》中 有提到這個概念 我們一起看看 它說 草木繁榮華 枝石之時 則虎根不入山林 不腰其生 不絕其長也 就是說那些樹木你生得好地地的時候 你不要走進去砍它 那些斧頭斬它 不要妨礙著它生長 是這樣的意思 沿途 即是那些海鮮 於別別 抽鮮印別之時 就是那些魚 那些河鮮 那些海鮮 印別 就是它剛剛離開沒有看的時候 那你就網鼓 就是那些 暴魚網 毒藥 你不要倒進去 就是暴魚住 行不行 剛剛這麼小條就丟進去 不要殺它 不腰其生 不絕其長也 好了 春間夏雲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時 故五谷不絕 而百姓有餘食也 這裡說的是 春夏秋冬四個季節裡面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春天 就耕種播種 讓它萌芽 夏天就是繼續讓它生長 就是你繼續施肥 秋天就可以收割 冬天就儲藏 如果這四樣東西 你做得到的時候 那些百姓就有餘食了 就不停地有餘食了 OK 還有剩餘 有剩餘的 好了 烏池冤沼穿窄 僅其時禁 故如別憂多 而百姓有如用也 你適當時有憂如期 就是用現在的語言去說 那些魚和河鮮 一直有得你吃 有得淨 斬佛養長不失其事 就是說 你斬樹也要種種樹 你不要錯過了對的時候 去做這件事 故山林不同 而百姓有如才也 那你的山林就不會光秃秃 百姓就有淨的木材可以用 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其實這裡也提醒我們 就是我們人其實是否真的需要這麼多 需要和想要的分別是什麼 其實如果要滿足我們的想要 這個大自然好像也不太行 但是如果滿足我們的需要 似乎是OK的 你真的需要你才去做 孫子已經說到這件事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恰當地運用這個資源 令到供求關係平衡 我覺得很深刻的就是 為什麼原來當時已經有這樣的概念 強調人和世界的和諧 所以裡面就是說 我們既然人和世界是一體的 我們是互相感應的 所以我們就要怎麼學會好好 和這個世界和諧共處 但是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們人類做了些什麼 大家 大家都 這個布什瓶 就是 人們好好的在游泳 我們就發現新大陸 說大家一起搭船出去看看 先觀察一下 然後引擎 船長 那些就傷害了他 最後有一天 我們就發現他的屍體 另外就是 全球暖化這件事 我想大家都 異熟能長 近來就說 很多國家都有一個熱浪侵襲 山火頻繁 除了人命 大自然的生物的傷亡 到底我們現在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在古人的智慧裡面 我們得到什麼啟發呢 這個我想是可以留給大家去思考 我亦都很想引用 Lewis Walpert 這位生物學家的一句說話 我經常都跟同學會分享 說科學和科技這件事的時候 他說 我會跟世界說 科學是理解世界最佳的方式 對於任何一組的觀察結果 只有一個正確的解釋 科學我們是求真 到底那個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縱使這個過程中 我們未必一來就可以得到真相 科學是跟價值無關的 跟價值無關 不會說有些價值的取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原子彈的例子 價值取態 你猜做原子彈出來 是不是純粹想知道原子彈的運作 是怎樣的 就是這件事 只要當科學應用在科技的時候 無論你從醫學到工業的時候 道德問題就會出現 當你應用科學的時候 成為技術的時候 所以我很多時候會提醒同學 你將來可能你在社會上 都會是有影響力的人 可能你會做一些科技出來 或者你做一些決策的工作的時候 希望大家去思考多一些 儒鑑教授 我都引用了他這一段 他就說 科技是具有美和障礙的雙重性格 這個不原本性 只要依賴人本身的自覺 自制和反省 才可以減少可能的災害 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們也很重要的提點 其實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坦白說我沒法障林超英 我不開冷氣真的不行 所以我也覺得 可以怎麼做呢 我覺得是應洗則洗 不是說我給得起電費就用 我給得起水費就用 就不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按照這個思想 天人感應這一套的想法 其實用了的東西都是 我都是用的 怎樣? 你對於這個環境不好 其實你就扔石頭 砸自己的腳 你真的跟自己過不去而已 所以我覺得在生活上可以做多一些事情 我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以上內容裡面 是得到的一些反思 我覺得求學 我都會想到 我們都會很想追求真善美 我就從這三個角度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求真 什麼為真相呢? 真相對我們來說的意義是什麼呢? 科學和知識的增長都是由一個問題開始 這個問題我亦做problem 就是說我們遇到一些實際的問題要處理要解決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個知識的增長的機會了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停止去發問 我們一直去問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科學的發展都是這樣的過程 有一個問題開始 然後我們嘗試去找答案 或者用一些實驗、觀察 嘗試去找到背後的答案 然後我們得到一個答案 得到一個理論或者一個定律 但是這個定律和理論都有可能是錯的 將來可能有一些未來的科學家 或者未來的學者 又會發現這裡有錯了 要用一個新的理論去解釋 其實這個過程就一直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 雖然是有機會被推翻 但是其實我們都是向著一個真相的方向 是走近多一步的 所以不要停止發問 第二件事 善 什麼為善呢 就是好好地善待我們身邊的東西 有什麼對象呢 我們跟其他人 我們跟其他的物種 我們跟這個世界、這個宇宙、這個大自然宇宙的關係 我覺得是時候我們要重新反思 我們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會好像失去了這個連結 失去了這個連繫 我們會好像將所有東西都很理所當然 這個令我想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個金像獎 對不起不是金像獎 是奧斯卡頒獎禮 扮演小丑那位華堅馮歷士 他當年拿影帝的時候 他有一番這樣的借詞 他就說 有時候我們跟大自然室去了聯繫 我們會覺得好像另一隻牛懷孕 然後我們拿走他的小牛 然後我們用了本來應該去餵小牛的牛奶 我們自己放在我們的咖啡上 我們覺得很理所當然 但是我們沒有理會那隻小牛在哀鳴 在哭哭 我覺得很動用 大家可以在YouTube找到 那時候就是 我們不是不善良 而是我們很多行為都很習以為上 所以這個時候是我們去想一想 我們在大自然中應該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我們希望給我們未來的下一代 我女兒還在歲紀 我也是在想這個問題 昨天去快餐店買了一個兒童餐 有一本書 那個鯊魚那個 他就說地球先生生病了 我去解釋給他聽 但是我自己去反省的時候 我沒法將林超英 那可以怎樣 我一直在想 其實我們生活上有沒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可以做 譬如說 我自己就會是 可能有時候包裝、膠、紙 我會儲起來 拿去陸在區區、拿去回收 那我覺得是 將這件事變成習慣 做得多少得多少 很老套地說 但是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舉動 就是由我們自己的出發 去影響身邊的人 我覺得這個力量可以很大 可以很大 好了 最後 尾 關尾什麼事呢 我這裡說的不是樣子的美 當然是上游心生 你內心的開心 你自然就會美 你以為我不是在說感官上面的美 我是在說理性上面的美 就是說 其實 雖然我剛才說很多科學的知識 或者一些理念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不科學 那些 現代科學不是這樣看的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這個世界 我們可以不只是看結果 而看過程 想想 當初幾千年前的時候 沒有一些儀器 沒有一些技術 但是古人都嘗試去思考這些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種追求知識的過程其實是很漂亮的 我是很欣賞那種精神 就是 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呢 他們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欣賞多一點的過程 為什麼這麼困難都要堅持去做呢 我覺得這幾樣東西就是我去準備這個講座 我看到那些資料的時候 我自己有的反思 是的 那麼 提回大家 這個聯合國提出有17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是的 那麼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希望這個地球可以持續發展 可以 人類可以玩久一點 希望我們可以有多一點的下一代 可以繼續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我也有想起這首歌 我想在場很多哥哥姐姐都聽過 1985年為非洲肌外兒童款的歌 We are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有份唱的 很多有份唱的現在都不在世上了 一首經典的歌 我很欣賞他就是我們就是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我們都是這個世界 我們是能夠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抉擇 以及我們在救自己的生命 我們去幫 他當時是非洲育圖筹款 幫他們其實是幫我們自己 其實我覺得這個想法 跟中國古代的自然觀 其實是很吻合的 我希望用最後一句 希望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明天 給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下一代 這是我參考的一些資料 多謝各位 我今天講到這裡